各位鄉親大家好 我是屏東第二選區的立委參選人 張儀律師登記第八號 今天我們要做個很特殊的開箱文節目 它的特點在哪邊 最近因為選舉大戰 大家都知道全台灣打的最經歷 也就是平南這個選區 總共有九個人參選 然後每天大家就收了一堆戰報 信箱都塞爆了 所以我們今天乾脆來一個 那個戰報文的開箱文這樣子 好 請大家先看一下 然後我要講喔 雖然是九個人參選 但是這裡面有兩個人的文宣量 大概是其他七個人加起來的好幾倍 所以所謂的開箱基本上都是這兩個人 這兩個就是閒閒沒事幹 每天拿那個報紙來開 拿文宣來開戰 好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第一個呢 是裡面財力最雄厚的那個 周家 周氏家族 周家綺他們 他們是最早最早開始打這場仗的人 他們從年初喔 就在屏東南部的各個地方 掛滿了布條跟旗幟 2號 周家綺 立委同志 立委候選人同志 請你看一下上面寫說什麼 國會需要不同的聲音 人民才有力量 今天我去周家綺的總部送戰典 周家綺他們怕我怕到什麼地步呢 他們很怕我講話 因為在政見發表會上面 我直接碾壓周家綺 他第一次嚇到不敢來 他第二次來的時候聲音抖抖的 然後人很緊張 所以我去現場的時候 他本人不在就算了 還派了宣傳車出來 然後把喇叭開得很大聲 不想聽我的聲音 所以周家綺 我會需要不同的聲音 只有你宣傳車的聲音而已啊 那我跟你講不用選你 選你的宣傳車司機就好了嘛 我覺得你的司機比你還勇敢 還坐在裡面等著我來 然後聽到我聲音變大 他還跟著把喇叭聲音放大 他比你帶種多了 所以周家綺 我覺得你應該直接退選 你請你的司機來參選好了 來標語 好然後再來 這什麼在地新世代啊 周家綺 我們等一下會講一下 你還有一個人還在地新世代 優質優勤快 我覺得這是最好笑最好笑的一張 我們待會可以看這一張 好這個 這個齁 對 好看一下 在地新世代優質優勤快 我講真的 周家綺 大家都說你只是周家的一顆棋 然後你被大家棋到最後 你也口不責言說 沒錯 你就是一顆好棋這樣子 你既然只是個好棋 那你背後的棋手是誰 我們講一下真正的幕後 那個下棋者是誰好了 來我們交給小編處理一下 好 待會給大家看答案 好 然後這個也是 這應該也是周家綺他們 有個叫潘昆泰的先生啦 掛了很多那個蘇貞青色案的東西 不過很多人說潘昆泰其實跟周家綺他們關係非常良好 好 來我們小編完成給大家看一下 周家綺 講真的 真正的奉選人不是你 是你的阿爸 周點論先生 他是在地沒有錯啦 他是新世代嗎 他根本是老屁股 我要講一下 周家綺 你出來競選齁 我覺得 你還是讓你爸爸來好了 因為你爸爸才在地方真正有影響力的人 然後我今天娶你家 金碧輝煌 門口一堆蘭花 還有好多阿桑在那邊煮東西這樣子 你一個年輕人 要不是靠你的爸爸 要不是靠這個真正真正的幕後主使者 你是不可能這種生活啦 所以我建議大家如果拿到這一張那個文宣的話 可以直接貼上周點論的照片這樣子 這個才是屏東真正的真相 好 然後再來 這個 周家跟蘇家因為錢很多阿 你看每天打文宣戰 好像都不要錢一樣這樣子 這邊他要挑戰的那個人喔 還蠻有趣的餒 他挑戰的是蘇正清 然後這個底下屬於是叫黃金樹 我本來不知道黃金樹是誰啦 因為他在網路上罵過我 一直到蘇正清告他我才知道 原來是周家綺他們後援會的會長 黃金樹他指的是 蘇正清可能一任作為他 然後那個檢調會先把他抓走這樣 因為蘇正清的問題本來就還蠻大的 所以呢我也希望說 蘇家你一定要切而不捨 一直追蹤蘇正清 懸後也不要放棄 那我希望在周家跟蘇家的戰爭當中呢 你們可以兩敗俱喪 沒有啦就是說 希望那個就是你們周家跟蘇家 可以藉由不斷的公開討論 讓你們這些事件變得公開透明 民眾才會得到更大的利益 好這個是 這是周家的戰報 好然後這邊啊就是 我覺得蘇正清最大的粉絲 是周家綺的競選團隊這樣子 就是蘇正清不管做什麼 他們都會永遠盯著他在看這樣子 好他們這邊講蘇正清幾個案子 第一個是陳美財嘛 前陣子進周刊有寫 很多都有看到了 然後說蘇正清進出什麼澳門啊 然後還有去大陸啊之類的 其實講真的啊 這年頭去大陸沒有什麼關係 周家綺也是去大陸念書啊 你這樣挑他這一點 你不覺得會打到你自己嗎 所以我覺得你這個 是不是要把你自己的照片一起放上去這樣 還有再來殺死場 我也很想問啊 這個那我也希望說 周家請你們不要放棄 請你就是認真追查殺死案件 如果你想要加入環境團隊 我們也歡迎加入環盟 交點會費就可以了 一起來追查這個殺死場的問題 這個我會真的感謝你 好你知道看到這張海報 我有點錯亂這樣子 這是中國國民黨出的海報 他罵民進黨亂花納稅人的錢 然後說不會治國施政無能佔位置 搶資源卻誰也不讓誰 然後還有什麼吃相難看 因為這不是你們國民黨嗎 如果你國民黨拿出來罵民進黨 我覺得蠻好笑的 這張海報我覺得齁 事實上可以兩黨專用這樣子 就是同一張文宣 民進黨可以拿去罵國民黨 國民黨可以拿來罵民進黨 會非常好用這樣 比較環保 對比較環保 事實上這兩個黨都是一樣的啊 亂花納稅人的錢嘛 不會治國施政無能佔位置 搶資源誰也不讓誰 還有呢吃相難看 這是兩大黨共同的症狀 所以這次選舉拜託民眾 如果你們不想要被兩隻大怪獸 兩隻哥吉拉 把台灣給施垮的話 請你們支持小黨 這讓台灣才會有個均衡政黨的政治 你們才會過得比較好的生活 好然後再來 我講真的會蠻妙的 這次大家都知道那個張儀的主打是張瑜嗎 大家一忍不住開始用我的樣子 張瑜是海底最強生物啊 我不介意大家都喜歡使用 那既然這樣的話 大家都通通投靠我張瑜就可以了 請把你們要投給他們的票 通通投給我 我張瑜一定會把事情做得非常好 那個莊瑞熊在平南已經經營非常久嘛 大家都知道莊瑞熊 所以我覺得蘇正清應該就還好 欸沒有想到他們 欸財力雄晃欸 他參戰的時間跟我差不多 馬上就一疊文宣喔 然後布條跟旗幟 滿三匹就開始插滿了 果然很有錢啊 好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那個蘇正清的 蘇正清這裡講的 他先說周點論他們還有什麼黑金系統表 這個其實我還蠻贊成的 這個確實是很多實話 周土勝設案啊然後周家綺對不對 爸爸說幫他出很多錢 那議長一堆人會選為了他八個被抓去關 只有議長沒事 真的是黑金界的代表這樣 還有秘書長啊 違反貪污制度條例 這個大家看到嗎 國民黨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民主黨有沒有比較好呢 實在是很難說啦 然後再來看一下 他說國民黨是黑韓製造中心 講的好像民進黨不是這樣一樣 剛剛這一疊在罵那個國民黨的 好像是民進黨自己的出品 所以我覺得他們兩邊啊 只要講到政黨的那個文宣 都有一個共同特點 就是兩黨通用 所以你只要把他那個 國民黨換掉改成民進黨 這樣也是可以通 然後再來我們現在看一下 什麼躲在幕後操控 其實你們不也是一樣嗎 蘇正清你今天出來 阿不是你的叔叔跟省省在背後操控嗎 不然平安哪有你的位置呢 我覺得你們真的是齁 不要齁 他們說孤秋筆沒有位 筆秋筆頭底底 好像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再來 齁這裡啊蘇正清 他還說齁 他這邊也是質疑周家綺 說要不要跟王爺公發誓 欸其實講真的齁 我以前在恆春鎮還不知道 就是屏東這一區選舉流行發誓 而且都要去東龍宮 對不起我對東龍宮非常抱歉 其實我個人是沒有這種習慣 但因為周家綺跟蘇正清 都跑去東龍宮發誓 害大家都問我說你怎麼不去 我也只好去那邊下戰帝 不然我其實是不會這樣做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個 要去跟王爺公發誓 若有不妨願意退出政壇 我還蠻佩服你們的欸 其實你們背後一堆事情 你們真的敢去發誓 還是你去發誓的時候 只是手拿箱心裡不敢講話 然後還有就是他說 新元巷百號是專門喬事情的 蘇正清你不是也去飯店 跟人家喬事情嗎 只是地址不一樣而已啊 我覺得你笑他 這點還蠻有趣的 然後再來周家綺 你們家事真的是很多啊 你不要說周碧雲是很遠的蘇正清 你的阿姊跟你爸爸 那個是己親等你自己算一下這樣 這麼接近不知道怎麼切割 然後再來還有 都是同樣的事情一直重複在講 好八個議員 因為你爸爸被關 你爸爸沒事 還有呢 那個周鐵論大議長說 選舉花多少錢都不要緊 欸 周家綺你們跟沙十葉有沒有關係 蘇正清在質疑這一點欸 所以兩家都跟沙十葉有關係嗎 這個還蠻有趣的喔 你們要不要一起加入環境團體 我們一起追查這件事情 我非常好奇 再來還有 抹黑蘇正清的文宣 怎麼都不親自簽名 對啊怎麼都是什麼黃金樹啊 潘昆泰啊 欸怎麼都都是這些名字這樣 是周家綺你的名字有什麼問題嗎 好 然後再來底下 蘇正清是高道德標準 若有不法就願意退出政壇 我覺得你標準蠻低的啊 民進黨都不敢提名你 也不敢跟你不分區 有些人 日本人這樣應該就切副了吧 太丟臉了 結果你還是在選啦 所以我覺得你的道德標準其實還蠻低的 因為講到不法 我們念法律人都知道 法律是道德最低的限度 所以這不叫高道德標準 你可能沒有念好 如果你只是講不法的話 那其實你的道德標準 並不是非常的高 所以這個應該不要再吹牛 會比較好一點 好 這是我覺得最妙的一個海報 所以就有一個文宣這樣子 我現在國外念書齁 我只看過台灣兩個新聞 國際新聞 當時我在英國 第一個新聞是風港大橋垮掉 第二個新聞就是立法院打架 沒有外國人看到我們的立法院打架 都笑哈哈 就是他們覺得立法院不是動物園 怎麼打成這個樣子 圓圖 圓圖 給觀眾看那個 然後小編先後製他 然後我這邊先介紹這些人 這些都是民進黨的大咖有沒有 每個都站出來說蘇貞清好話 好像很挺他對不對 可是沒有一個敢提名他 沒有一個敢支持他進入孤芬區 所以你知道這些 看起來貌似好友的人 都在背刺蘇貞 蘇貞 蘇貞你要好好認識他們 他們都不是你真正的朋友 他們都在你背後銅刀 有一個你真心的人 一個真心對待你的人 就是你親愛的嬸嬸 紅橫豬女士 我覺得她還是真正的戰將 你看這邊 你這樣照片應該換成這個 紅橫豬 因為蘇貞清你本來沒有機會 參加這一次的平南立委選舉 是你的嬸嬸 跳出來幫你搞到一個位置 你要感謝的人其實是你的嬸嬸紅橫豬 至於這些人喔 表面說得很好聽 但是完全沒有幫你做很多重要的事情 他們只是說嘴巴講講而已 可是不分區不敢放你進去 提名也不敢提名 所以他們只是演個戲給你看而已 只有你的嬸嬸是真心對待你 所以蘇貞清你未來一定要記得 好好的孝順你的嬸嬸 因為他是在這個所有人當中裡面 唯一用真心跟真情去保護他指指的人 我非常的感動 所以不然下一次 乾脆你讓你洆湞出來選好了這樣 其實這次平南選舉為什麼會大亂鬥 就是講因為這個人啊 就是莊瑞熊 本來莊瑞熊要選嘛 所以就是周家綺 其他人就想說再看看再說 但是莊瑞熊因為你那個後來決定 也不是你決定喔 其實也蠻倒楣的 因為好像你本來想選 是民進黨把你拖去不分區 是他把你拖進去的 所以你也只能被動退戰 然後因為一個莊瑞熊離開了 導致平南大亂鬥這樣子 可是我個人是覺得這個局面不錯 因為平南需要改變 好然後看一下這個 這一份文宣呢 來自真正的一個鄭綠軍 然後呢鄭綠軍很可憐 他算是鄭綠軍 但是都被綠軍排擠 鄭綠軍最了解蘇貞清 然後他這邊講蘇貞清什麼 他說選舉的奧幕會棄保啦 抹黑啦造謠啦買票啊這樣子 所以呢然後這裡還講說 他一定會做好做滿 絕對不會選縣長 然後又不選立委 浪費社會資源 然後他絕對會清廉 招牌不崩壞 這一切齁感覺起來 都是在指著他的黨內同志這樣 事實上啊你真正的敵人 不是來自於你的敵對黨派 是來自你本身的黨派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對你最了解 我們由鄭綠軍看出蘇貞清這樣的一個人 所以很明顯 他是不是一個可以值得託付未來的人呢 答案應該會是否定的 然後最後來我們介紹 這一次選舉我覺得最優質的戰報 就是我們這一份 來自我們一個優質的志工 叫做成郁 成郁小朋友來在這邊 對對對 他真的很厲害喔 每次我丟給他一個idea這樣 他隔天東西就弄出來 半夜就丟給我這樣子 超級厲害 而且他的版面都做得很有意思 這是我張儀 8號 然後這是我的簽名 這是我的學歷 台灣跟美國的律師 博開法學碩士 這些大家看過的資料 蘇家跟周家大家剛剛看過的 他們都不是很好的選擇 我很認真地告訴你 我張儀才是你們最好的選擇 因為我會幫大家做事 你看底下三個人的比較表 怎麼超級比一比 我就看你的實力就好了 周家 養雞場其實還算是其中一個小事情 你們問題多到寫不上去 他裡面還有什麼匯選 然後還有收回扣 都是周家的那個狗屁倒灶事 只是沒列上去而已 蘇正清 光蘇家殺死場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除此之外呢 要重複了吧 不提名 然後不分區 什麼都民進黨都不敢替你背書 你看問題多大 兩個都是危險不投的對象 然後請投8號的張儀 因為張儀在這邊為環境付出非常多 什麼路歇七地啊 墾丁展運站啊 後避湖保護區啊 其實還有一堆都列不上去 所以他們是問題多到列不上去 張儀是做過的好事多到列不上去 所以聰明的人會選誰呢 當然就是選我8號張儀 然後再攤開屏東的真香 這個來自於國昌老師當年的屏東貪腐地圖 這地圖那時候還有幾塊是白的 今年很多都變黑了 這是屏東各鄉鎮裡面有明帶涉及什麼回扣啊 然後貪腐之類被抓被關被起訴的圖片 這是屏東的現狀 然後我們周氏家圖就佔了好大的比例 周碧雲啊 周土勝啊 然後那個周點論全部都是這一掛 再來還有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昨天做的主題政黨補助款 民進黨拿走46億 然後國民黨拿走48億 搬走國家一堆錢 結果搞一堆這些鳥事出來 你看一下時代力量 看一下黃國昌老師 今天我們去萬丹黃昏市場拜票 很多民眾跑過來跟我們支持 跟我們說支持黃國昌老師 覺得他打得非常好 所以不要再說什麼時代力量取高賀寡 他其實非常貼近民眾的心態 民眾真的內心渴望一個包青天你知道嗎 他是不是希望一個公平正義的狀態 當然老是比包青天帥一百倍啦 只是說他做的事情 就跟民眾想要的那個包青天是非常類似的 好 然後再來 講真的一檔是很大 大家都對他必恭必敬 因為他們家有錢有事嘛 但我跟你講我張怡不吃這一套啦 我自本走就是公民的路線 我受那種美國公民教育的訓練出來 我覺得人民其實比這些官委還要大很多 所以我遇到周點論的時候 我非常不爽他欺壓公民員 我當場就嗆他是民主之賜 如果你們今天希望屏東 他是可以變成一個有秩序 然後公平合理的地方 你要選擇的應該是一個認真做事 為民發聲的張怡 而不是作威作福的周點論 不要講周家綺 因為我都知道是他爸爸在選啦 所以記得你投票的時候 就是8號張怡就對 然後政黨一定要投6號的時代力量喔 不要投錯囉 謝謝